英基盈 Nicky Are your ready? importance 請大家掌聲鼓勵 各位评审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们是一支新创的团队 名字叫做Enjoy Carely 简称EC 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不为别的 正是为了向大家推展一款 控制热量 食品安全 而且还可以线上订餐的 网路APP软体 那我们这款APP呢 主要主打的目标就是 去你的热量 那这款软体最主要就是 希望能够帮您在饮食上面 能够控制您的热量 能够帮您的热量进行把关 那么在讲这个热量之前呢 在讲这款APP之前 我要先跟各位分享一款故事 我有一对朋友 他叫做阿德 那他在开学之前呢 他是这么曼妙多姿的身材 让人好不羡慕 不过在开学之后 他变成了这样 原因是因为他在大学期间 饮食不正常 三餐无法自己料理 而只好吃外食 在外食的情况之下 无法知道自己吃了多少热量 因此身材稍微走样一点 那反过来讲 肥胖问题一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困扰了国民的健康 也是所有疾病的根源 那这边呢 需要几个数字来跟大家解说一下 目前我们的状况 在国民饮食方面 可以看到第一个数字是700万 意思就是在国民2300万人当中 有700万人呢 是有外食族 是所谓的外食族 那么第二个数字 在国民健康状况方面 在所有的外食族当中呢 每十个人就会有 四个人有过重的现象 那由此可知 这肥胖问题 局局深深地困扰我们国民十九 为此 我们EC团队 特地研发了一款 控制热量的APP软体 那我们主要预期达到的预期效益 是希望能够达到 餐点控制的新选择 热量的控制 以及食品安全 那我们会着重在于 热量控制这方面 那么这款APP 到底要什么样来使用呢 怎么样操作 且听我慢慢地讲 首先在AP的首页 APP的首页方面 首先我们会进到 我们的主要界面 那在最上头的部分 会有我们的logo Enjoy Carly 中间呢 会是各些餐点的图片 各些商家的图片 还有在下面会放上 就是有关于热量咨询 热量控制的咨询跟咨询 接着如何查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界面的下方 有一个放大镜的按钮 按下去之后 我们会进到这个 查询的页面 当你想要吃哪一家店家 或者这家店在哪里 你可以依据它的店名 依据它的地点 来进行查询 进入查询页面之后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吃一家 叫做家饭包的餐厅 好 那么进入到查询页面 搜寻家饭包 会显示出这家店的地址 原来这家店在这里 好 那么知道地址之后 往这个地方点下去 会得知它的店家资讯 在店家资讯当中 我们会看到这家店的招牌 还有它的地址 跟它的店家的特色 那如果我觉得说这家店真的蛮好吃的 想要点它的菜来吃的话 点我们右上角的这个order键 会进入我们的菜单的选项 好 我觉得面当中的法式鸡腿便当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那么就点了便当进去 会看到所有食物 菜色的种类 跟它的热量控制 这边特别强调 在一般的app当中 可能只会显示 所有的 点它app当中会显示出 各个这餐点当中的菜色 不过我们这款app 最重要的是 它可以显示出 各项菜色的各种热量 让你知道说 你吃下去的东西 到底还有哪些热量 让你不会吃到一些 不该吃的热量 那么一款好的app 就要由好的营运模式 来进行协助 进行辅助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的partner 来为我们解说营运模式 好的 谢谢我的partner 那接下来就由我来 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营运模式 Injure Coley 基本上是一款线上app 我们有三个主要的客户端 第一个是我们的合作商家 第二个是我们的消费者 第三个则是我们会制作一个 广告商的平台 基本上我们的营运模式 会呈现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个个 为大家来仔细介绍 首先是我们的合作商家 我们会提供给我们合作商家的 有主要两点 第一点就是客源 第二个是市场调查数据 那我们的合作商家 则是要给我们一笔会费 因为我们是一款线上平台 基本上我们会把很多的相关的资讯 店家送信系统 让消费者可以非常方便的查询到 这对便当店家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通路 另外由于我们是一个数据化的点餐系统 所以在消费者点餐的同时 我们就等于已经帮他做了一个数据化的市场调查 并且我们会设置一个顾客意见的收回 回收系统 协助店家更有效的去进行他们的成本管控 那至于会费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会强调我们的店家 基本上是有食品安全的保障 所以我们这笔费用主要会用于 帮我们的店家检验他们的食品安全部分 那也等于是帮店家有了一个健康的更好的招牌 好的那接下来就是进入到我们消费者的部分 我们消费者的会员是采取免费 那我们会协助他 我们主动的为他提供每个他点的餐点的肉量 也就是协助他达到健康的最重要的目的 好那接下来是广告商 广告商的部分呢 我们会比较focus在同样对健康 薪知素生有同样需求的一个社群 那我们会希望可以尽量做个结合 因为我们的消费者客群 基本上本质较为类似 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宣传效益 对 好的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行销部分 行销部分呢我们基本上为大家 我们分成了网路宣传 那还有实体宣传的部分 网路宣传当然第一个不可缺少 是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 我们的粉丝专页基本上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分享健康资讯新知 那也是打造我们的品牌形象 那另外一个我们会有些小活动 那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客户群 帮忙分享有些抽奖抽便当的 提供的profit 好那接下来我们另外一个 网路宣传的重点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基本上是一个社群 我们有个社群存在 同样重视健康问题的社群 那例如说早安健康news 或者是健康小帮手 这些都是有在提供健康资讯 给我们国民的组织 那我希望我们可以彼此互助 为彼此宣传成为彼此的平台 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 好那我想问一下在场 每天有一餐以上是外食的请举手 好真的数量是不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学生在我们的外食比例里面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占有非常大的比例 那所以我们就想从校园开始推广 我们发展了一个脚踏车工艺贴纸的活动 就是我们有贴纸可以贴在脚踏车上面 让我们的同学可以购买我们的贴纸 并且扣除成本之后的所得 我们会回到我们的APP 然后捐给弱势儿童 来就是做有个慈善的效应 好那这部分因为时针的关系先略过 好那这是我们的粉丝专页 陪你享受卡路里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来我们的粉丝专页查询一下 好以上是我们的行销方式 那在这边为大家再次强调我们产品的重点 我们是一款为了外食族群控制热量的线上订餐APP 让想要控制热量的外食族群 不用再仰赖小气来过活 好的现在进入结尾时刻 谢谢我们第一组的同学精彩的分享